-d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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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dum-dum railroad. -Dreamers, regardless of the music coaching. hello-hello! 大家好 我是買ençawet 我是Kenaf 我是Myelo 我們是三駐 客 今天是我們周深的周第四天 那第四天呢 我们要看周深的什么歌曲呢? 这一首也是很多生命案例的 自从我们看了《蒙面唱将》之后 他就有很多生命 就打很多蒙面唱将里面他唱的歌 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一首 《升旗白马》 我心甲别变 就是徐佳莹一首很出名很红的歌 当年很红的这首歌曲 我们马来西亚也传唱度非常高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生命我不是什么幼儿子 就是长头发的造型的 来唱这一首歌到底是唱成怎么样 Let's go Kaja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那在看片之前请去按那个Subscribe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铃铛也请按一下 当我们有影片上的时候 那个小铃铛就会通知你了 如果你在B站的话 也可以追踪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 想要给我们更多动力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充电哦 那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Patreon 成为我们的Member Support我们 好 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就来看片 Yes Yes Ai yo weh Oh yo ya Ai Oh yo y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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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一起承担 只要你不放手 我心疼疼疼 走散光 我改我所以有我 悔中我 我改我 走散光 我改我 走散光 我改我 所以有我 悔中我 我改我 所以有我 悔中我 我改我 所以 eager 我改我 所以有我 彷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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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彿 好厲害 好厲害 好強 超有技術難度 太厲害了 我覺得一直用氣聲在唱歌的女生 她在個性上跟她那種空靈 其實是有點接近 比如說許如瑜 她其實私底下也是跟娜茵一樣 香香的 然後很優雅 然後她很多的細節都是乾乾淨淨的 我覺得她表現得就是完美 對 她每一個細節都不肯放過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女生 起前很喜歡 我跟你講 真的有談戀愛的感覺 沒有騙你 而且她擁有所有唱歌 該有的技巧和能力 但是卻不會讓你覺得討厭 哎呀好好聽喔 叫你春清蕩一樣是嗎 聽到她的聲音啊 我覺得會有小鹿亂撞 你不要再撞了 但是我覺得我要要提醒一下起嫌 啊 就你們一直在說 猜這個 什麼女生 張韶韓 許如瑜 對 又有一點點名義連 有沒有想過她是一個異性 怎麼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 她要 要不是女生 我把這個給吞了 我跟你講 哈哈 不要再吵了 從她一出場 我就知道她是誰 好 現在我告訴大家 她就是我的學員 周深 哦 全場的朋友 跟我們倒數 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大屏升旗 噠噠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it 就是她 就是她 有人 是 啊 啊 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可以唱兩句證明你自己嗎 我心騎白白啊 走三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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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要中頭獎的 在那邊 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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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歌 這個聲音像女聲就算了 就算了 你幹嘛穿了那個女裝啊 你整個體態表現得跟女人一樣 那只能說我太專業對不對 哈哈 哈哈 隱藏的隱藏的 那姐不要跟我說話我好生氣 哈哈 我舞半天 踩高跟鞋踩到腳要斷掉 然後您一來 但是我不得不讚揚你隱藏的高手 那老那不來啊我還想繼續談戀愛 哈哈 哇 中生有學過嗎 聲樂 五點 我以前沒有學過我是大學 先學了一年醫學 然後後面去學了三四年美生 哎那你唱美生的時候是什麼樣的 我先唱男高然後再唱假聲男高好不好 哎 ok 看上去 看上去 我每一次站在舞台上好好唱歌的时候 就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我是真的在好好唱歌 而不是在用猎奇的眼光 在说 哦 你是在反串 我真的每一首歌都很用心在唱 所以希望大家就多多听我的歌声 谢谢 你们看完了整个影片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神神很早期的吧 你看神神的样子 然后再听她唱歌的那个声音 因为过后我们也听到她的歌里面呢 都会有她的那些opera美声的运用 可是在这一边里面 是完全听她唱一首比较流星的歌 而且是比较早期的 而对于早期来讲我觉得她真的是如果我真的是第一次听一个这样的人唱我真的是以为她是女生的 所以我不懂啦我不懂那个吴启仙跟那个陶金银他们是不是节目安排 可是如果你给我第一次听哦我真的会觉得是女生因为她又穿女装 她声音唱到又出来又是这个样子的 我会分不出咯这个感觉 当然一拖我 我刚才看到史丽娜的表情跟我当初第一次听她这样被家的湖畔是一样的 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有一点优越感 看到别人跟我以前当初的感觉是一样这样子 不过在整首歌的那个演唱里面我觉得 所以她是一首流星歌啦 她的难度其实也不低 因为她也是一直冲高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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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 对我演整首歌给我最大鸡皮疙瘩的部分是 她那一部分冲到最高了之后啦 下一句 我心恰别别 那个很轻的进回来我马上 呃 那个背后啊凉到我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对于早期生生的这样子的演唱哦 真的是会让我分不出 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样子咯 OK 因为身躯百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那那时候开始就很喜欢 一直听了蛮多人 呃就唱过这首歌 然后我始终还是很喜欢许佳莹的版本 我觉得她声音有一种特色 就是又可以柔又可以干 然后刚才周深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哇真的是唱得很像一个女生 就是如果我不认识周深咯 我真的是会以为她是女生 因为我觉得太像了 有一些时候会有一些男性的不小心她就出了来一下 可是大部分她都觉得都控制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技术来讲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评 真的是技术满分哦这首歌 刚才应该是吴起贤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技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有了 但是却能够做到不令人讨厌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也是在我们的reaction里面 我们一直有称赞那些歌手的 比如说周深啊 迪马西啊 就是这一类的歌手哦 技术是满分 而且还会做到 不会让我们觉得你在炫技 纯粹是标高音 OK 纯粹只是转音这样子 OK 纯粹只是做得很厉害 她是真的是很用心的唱歌 但是她又同时拥有很好的技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整个看完这整个reaction 最让我留下印象深刻的 并不是那个歌本身 而是后面讲完那个话过后 周深他自己讲的那一段话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评定他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或者什么 是好好听他原本的声音 然后好好听他唱歌 其实就可以了 而这也是我认识周深 应该也是我们喜欢周深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不会因为他的声线 本来就这个样子 而是觉得他一直要用这个声音去 可能讨好其他人 可能去吸引这一类的观众这样子 而是他声音原本就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刻意要去转变 他没有要刻意去装扮 他也没有刻意要让你觉得 我就是在做女神这样子 我的声音就是这样嗲嗲的 我没有让我感觉这样子 而是他真的很用心对待每一个表演 每一次的唱歌 这也是让我很喜欢他的原因 这个表演很好看 我看完之后 因为常常声音会叫我们 你们要看后面 后面也要看 这样子后面他讲话的部分怎么样 那我这一次我就想说好 我就找一个比较完整的看 把后面也看掉 那看完之后在周深的周 选择看这一个影片 我心里面有四个字 我觉得是苦尽甘来 因为我讲真 我真的有替现在的生生觉得很开心 然后就要回想起他当时的他 我们从深迷的口中也知道他其实那几年一路走来也不容易 也没有什么机会 然后一直很多的标签 一个没有什么机会你不红 你没有办法让人家看到你的一个歌手 往往有什么节目你都要上 有机会你就要把握着 那我觉得这一个节目 他是刻意 可能就不能去show off 去炫技他其他 去show那些opera 他有的东西 他就可能节目的一个设计吧 把它变成就是女生的一个声音 让你不容易猜 所以我觉得他要去纯只用这一把声音去发挥 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的 对他来讲 因为他懂的技术也多 只是我都不能用 我只能用这一个声音去唱去诠释 所以那个节目效果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整首歌 因为本身许佳寅的这个升级白马就是台湾歌仔戏 那个王宝川的一个爱情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从音乐一进来的时候 基本上其实蛮dramatic的 很戏剧性 所以他整首歌下来又有一些闽南语 是闽南语的一些处理 然后我觉得整个作品其实是很戏剧性的 然后深深在处理整个作品的起承转和 高潮低起我觉得都做得非常好 以用这一把声音来唱的是做得非常好 然后他后面有show off了他一个 他自己学的南高的 就在乌克兰学 我应该我们是第一次听他用这样子的声音唱歌吧 就好像没有听他用过这一个来发挥 我们听的都是假声南高比较多 所以我就有一点期待 很想知道说他在乌克兰学南高音的时候 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个声音来的怎么唱 所以刚才那两句有让我很惊艳的 其实 所以最后那句其实跟Kennoff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觉得也蛮感 就是很感触一下 然后所以我才讲苦尽甘来 他现在不需要 就不需要可能 他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 是大家来找他做选择了 我觉得此时此刻的声声是很快乐很幸福的 也希望他接下来都可以快快乐乐很幸福 然后生米一直都这么支持他 这么爱他这样子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升级白马 我们就react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要按赞订阅和分享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有些影片出现的时候就会通知你 同时呢要来追踪我们的Bilibili和Instagram 有能力也来支持我们的Patreon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你先讲啦 因为我们 Kick住了耶 这样子的话 这个应该也是生生 不可以这个要剪掉 不可以很好笑 这个是放在后面的彩蛋 很好笑 这个放彩蛋了 已经无语了 OK 来 好 受优优独号 Woo! Dreamers Cuties